在《紐約時報》公布了看上來好像是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唐立德·川普的部分稅務表之後 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希拉尼·克林頓和川普的競選團隊互相展開猛烈攻擊 《紐約時報》公布的是川普1995年聯邦稅務表 這些稅務資訊是一名匿名者向《紐約時報》提供的 記錄顯示川普在1995年的稅務當中申報虧損9億1600萬美元 這筆虧損可能令川普在之後很多年不用繳納聯邦所得稅 在這消息公布之前 克林頓在星期一舉行的候選人辯論上不斷攻擊川普的財務問題 以及川普拒絕公開稅務記錄 克林頓競選團隊在上星期六發表的聲明說 川普一年就虧損幾乎10億美元 顯示川普在過去近20年都沒有立聯邦稅 而幾千萬的公薪家庭就繼續納稅 川普陣營亦發表聲明說 這裏唯一的新聞是這份所謂20多年前的稅務表 是通過非法手段獲取 《紐約時報》和其他業界媒體一樣 不過是克林頓競選團隊的新熱 這份聲明說川普是一名技術閒熟的企業家 他對自己的生意、家庭和僱員有財務責任 納稅金額不會超過法律要求金額 但是川普在財產稅、銷售稅、消費稅 房地產稅、城市稅、州稅、僱員稅和聯邦稅方面 繳納了上億的稅金 川普的支持者 在星期日接受媒體採訪為川普辯護 納約市前市長朱利安尼對美國廣播公司說 川普在26年前遭遇過生意上失敗 之後他建立了一個商業帝國 又說川普能夠做到這個情況是一個天才 又說美國需要有人能夠扭轉乾坤 川普就是這名能夠扭轉乾坤的藝術家 來自分木特州的國會參議員 桑德斯也在美國廣播公司的電視節目上說 如果所有人都像川普一樣是天才 不用交稅的話 美國將會國不張國 桑德斯在民主黨內初選當中是希拉尼哈普頓的對手 他說希拉尼哈普頓國務卿和他都認為 這個國家最富有的人應該要開始繳納自己應該要繳納的稅項 紐約時報說川普的稅務紀錄顯示 他在90年代初期一連串的財務失敗 令他可以取得可觀的稅收優惠 當時川普的三間大西洋城賭場經營失敗 在紐約第五大道上的川普廣場酒店也宣告破產 紐約時報報道說 川普的一名律師警告說 將會對紐約時報採取法律行動 因為這份報章未經川普授權就公佈他的稅務紀錄 國務官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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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 國務官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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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務官傑